我讲经教学这么多年 常常迷离同学 就我们现前 努力可以能做得到的 我劝大家第一个放下 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想别人 别想自己 第二呢放下明文立扬 第三个放下五语六成 第四放下贪嗔痴慢 我讲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都能做到 我们入门了没有 没有 但是到门口了 你能把这十六个字做到了 佛所讲的这五种贱惑 你就不难放下了 放下之后 你不就入门了吗 所以我想放下这十六个字 只是到了佛教小学一年级的门口 你并没有进去 进去那要用经典的标准 不是我这个标准 但是我这个标准呢 是经典标准的前方病 就是预备功夫 那真干了 才行啊 主要知道 如果真的小陈粗苦 花言经上粗行为的菩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自在了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你丝毫张开都没有 而且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凡神通俱徒 是哪里 方病犹豫徒 提神了 因为你在佛门里 真的过位了 小小谷 他也是过位 他往生极乐世界 是方病犹豫徒 那换一句话说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粗苦 能够把我讲的这十六个字 能做到 齐心动念 不像自己 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 利益民族 利益天下一切众生 这个真正能做到 肯定的圣经度 为什么呢 你是善人 善男子善女人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神通俱徒 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这一切是我 有筿受ي不开 有筋扎